很多朋友要求吃海鲜 今天终于要安排了 到位了 接下来咱们把螃蟹腿什么的给它剪下来 这地王蟹感觉不是很大 然后给里边来点水 咱们把这个螃蟹给它清洗一下 它现在已经成这样了 这是螃蟹屁股 咱们把壳给它揪下来 咱们把地王蟹的腮给它剪一下 把五花三线的比较漂亮 咱把锅烧热 把五花肉 肉皮 给它扣一下 蹭差不多 先给肉里边 锅这边来点水 然后给锅这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来点料酒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葱姜 然后咱们给它炖上半个小时 然后咱们把这个猪肉半小时以后 咱把肉给它捞出 然后给上边抹点生抽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有微微微热 咱们把这个肉给它下里边 鸡烧下给它炸上个三五分钟 啼啼作响啊 就跟放鞭炮一样 肉炸还差不多 咱们给它捞出 咱把五花给它泡到冷水中 然后找个碗 咱们给里边来点老抽 生抽 蚝油 加上来点盐 来块腐乳 来点花椒粉 大料粉 然后咱们把这个花给它切成片 咱们肉的厚度呢 根据你个人的需求 来切它的薄厚 如果刀棍允许呢 我个人感觉的话 尽量是切厚一点 然后咱们把切好的肉 给它放到这个盘中 然后给它搅和均匀 咱们把五花均匀地码到这个切壳当中 咱们盖盖 然后给它蒸上三个小时 然后咱们把这个香芹 给它切成小段 你们看一下 这根辣椒 比我手臂都长 现在的蔬菜营养都上来了 这发育的很棒 咱们把辣椒 给它切成辣椒丝 这是咱们切 给它切个起刀丝 然后把洋葱给它切丝 只要你足够的快 眼泪根本追不上你 论刀工 我可是我们村有名的快男 然后咱们给蟹黄里边来点鸡蛋和香油 给它轻松搅拌一下 给它搅散 然后放了点水 咱们蒸个鸡蛋羹 给蟹壳换一个小件的盘子 然后咱们给它蒸上八分钟 这鸡蛋羹蒸得好像有点失败了 咱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接下来扣肉 准备好 滤出来的这个汤汁 要简单勾个薄芡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三四纯热 咱们把这个葱姜 给它下里边 简单的爆一下香 然后给里边来一勺辣椒酱 然后咱们把螃蟹蟹腿给它下里边 然后给里边来点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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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咱们给里边烹点料酒 来一点点水淀粉 盖盖给它闷上两三分钟 闷两三分钟以后啊 咱们把配菜给它下里边 然后给它简单翻炒一下 把猫咪起开点 肥花 起开 太危险了 哈喽哈喽 大家好 好像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我现在来一口这个 肉肉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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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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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块 这扣肉正经不错 这是我的母亲大人 给我买的烂盐菜 给我做的烂盐菜 满满的幸福 来上一根 哇 一个小蟹棒 今天买冰鲜的帝王蟹 确实没有活的好吃 它的味道也不错 没有那么的滑嫩鲜甜 新鲜的帝王蟹 显鲜中有一种微甜 这个帝王蟹的回甜口差点意思 这个肉质已经在蒸汁中变得非常之酥烂 而且晃动起来 这油叶的身姿确实是诱人 哇呀 铲片下去 相当过瘾了 来点屈心解腻神器 蓝盐菜 放到一盘点缀 还有蟹黄蒸的蛋羹 好像搅打的不是特别细腻 感觉很一般 而且这蟹壳蒸出来的扣肉 没有增加多少海鲜风味 因为腌制的时候 这个胃太浓了 总体的味道100分的话 我会给它打150分 米饭还是得盖啊 谁盖谁可爱 嗯 满味 嗯 满味 我以后再也不买这种冰线和冷冻的海鲜 海鲜一盘辣炒蟹腿啊 待会儿给我母亲大人和我岳母大人分一分 我岳母大人和我岳母大人和我岳母大人和我岳母大人